剛議市立保護館 今年都基盤危機 七個月前線的微笑老校 小伯娘真不得電 從他開電以來 不然典現到政府總統小伯娘 在國際政治部隊的刺激表現 也讓各位致命 和來到自己的友誼 都對他有警戒 尊敬的色彩 近一部家庭電影的 共演講和人紀念 在這邊和社長登岡 政府總統小伯娘 和他的砍手 自受限在 自己的靈魂的背動字 再度次選頂順利 非常的圓滿順利 我要感謝黃市長 他的指揮領導 跟盧基長給你們話題的 平心規劃 以及大家佩合致職 所以這算是一個成功的展覽 我非常謝謝 也希望這樣的一個展覽 能夠帶給嘉義市 跟臨近的縣市的鄉民 大家有一個對台灣 更正面的認識與力量 謝謝大家 這段的電視去他們 將近7萬人住參觀 其中台灣各級學校 意願參觀的人數超過5千人 對台政學校到右前方都有參與 江議市長 民規定委員 這不然提升到江議市的文化氣氛 也讓市民感受到江議這片土地 運用出來的結束 真本紅菜 嘉義人蕭萬長 他為國家所做的努力 尤其在我們最艱困的時代 那時候的經濟帶領了整個的團隊 真的為我們開架闢土 尤其我們最大的挫折的時候 中美的斷交 他也為我們經濟這一條路 我們國貿找到一個最好的商機 我想在背後有很多的故事 那我們經由這一次的策展 有很多人來認識的 甚至學習的 我們看到大家的分享 這一個過程當中 所以讓我們這個展期 也會再延一個時段 那也最重要是大家都深深感受到 這一股愛的力量跟專業的能量 那這也就是我們要學習的典範 所以今天在這一次特展當中 能夠突破了7萬人次 而且更重要有5000多人 事先來預約的 所以在這裡我們看到教育的意義 更看到傳承的意義 其實就如同副總統所說的 那這樣的力量能夠讓台灣未來 有更多的光繼續照耀下去 剛才去到北部館將對八位 撤到推出全新主席 來這裡吃飯 剛才火雞肉飯就好 電南將以剛才火雞肉飯作為中心 在現實的可以歡迎 飲食和生活文化 口味和電行進黨的就好 歡迎對著飲食文化 剛才火雞肉飯有幸福的民眾 作為來這裡吃飯 更多和電南上官的主席 可以將剛才去到北部館的 廣洪幫站內插損 這次新聞就定孫王秀山 剛一起彩虹報道 為配合嘉義市鐵路高架化 跨越北新路橋段的施工 將於113年7月29日上午9點 開始實施交通維持措施 施工工期約需152天 預計將至113年12月27日止 這段期間將有12個 不連續工作天 採取夜間封閉路橋方式進行 實施時段將於晚間9點 至隔日上午6點 封閉北新路橋 北新路橋夜間封閉期間 請依照指揮人員引導 配合公區交通維持設施 及交通標誌排面指引 提早改道 改由文化路地下道 或嘉雄路橋通行 此外請特別留意哦 北新路橋跨越橋施工限高3.8公尺 請高度3.8公尺以上的 大型車輛配合 依公區交通維持設施 及交通標誌排面指引 改由文化路或 博愛路橋通行 後續跨越3座 博愛路橋、垂洋大橋 以及嘉雄路橋之施工方式 也將採取相同模式 敬請市民朋友配合 造成不變之處 敬請見諒 請見諾 旁邊 大方 各項車輪 組合 前面 公司 前面